到了8月上旬 说明2022年的大半年即将过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月份 在这个十分特殊的月份里 很多生肖的运势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些生肖 8月上旬有旺盛的偏财 中大奖有收益 生肖马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 说的就是熟马的朋友们 一般是偏财运大于正财运 如果按部就班工作挣钱 大多都能过正常生活 如果想报复或者发笔横财 还得多吃小灶 这里所说的叶草 就是指马儿的偏财运 8月份青草旺盛生长 正是马儿涨标的时候 所以马儿朋友们若是有购买财卷的习惯 通常中奖几率很高 值得一试 属猴的人进入了8月上旬 猴子们的运势有了明显提升 让大家天天都能遇到大好的事情 在植物上面 猴子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请不要着急 职位变动了 相信猴子们完全有能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取得更好的业绩 当业绩不断增加 个人的收入也会不断提升 使得家庭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当家业兴旺起来 会将财神爷迎进家门 大大提升吸金能力 中大奖几率高涨 只要财运不断爆发出来 相信猴子们的金库也会满满地敞开家门去迎接福气和财气 属鸡的人 8月上旬 属鸡的朋友们获得了贵人的帮助 令朋友圈越来越广泛 有了贵人的帮助 属鸡的朋友们会在事业上面有了很大的突破 令业绩大大提升 同时 他们的能力也有了提升 可以自我突破 会得到更好的未来 面对眼前的运势 经常能够天才那福 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朋友多了 不仅可以赚钱 中大奖几率也很高涨 还可以遇到真爱 得到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 这些都是对朋友们的鼓励和奖赏 不要错过 属狗的人 8月上旬 属狗的朋友们遇到了好运势 一大批的好运气不请自来 这就意味着狗狗们在这个月里 会有很不错的表现 有贵人帮忙化解灾难 处处都能遇到惊喜 以前的霉运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相信大家也会感受到不好的事情烟消云散了 能够更放心地做事情了 当所有的霉运都变成了喜事 再加上吉星来照耀 一定会越来越幸运 属鼠的人 到了8月份 属鼠们以前遇到不顺利的事情都消失不见了 使得大家的人生变得更加完美 在事业上面 属鼠们的发展特别顺利 等到财运飞起来 人生才有更好的变化 看到财富满天飞 是不是心动不已呢 尤其是偏财越来越突出 让大家可以迎接财富了 未来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尽全力去收获吧 会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8月上旬 属兔的人即将会得到众多的进财机会 而且在财路方面也有得到了新的转变 中大奖 一夜暴富 除此之外 生肖兔的人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能够使你们在求财的路上更加如鱼得水 对于固定的薪水都已经满足不了你们 开始产生自主创业 做生意的念头 并付诸行动 幸运有了 别忘了还需要资深的努力和勤劳 销龙的财运就将会进入财门大开 金玉满堂的状态 8月上旬 正财运和偏财运都会相当红火 如果是在生意场上打盼火热的鼠龙人 此时更使能够大展拳脚 收钱如吸水 很大可能中大价 而若是有固定工作的鼠龙人 也会在10月里得到更多额外收入 收益绝对是很可观的 销虎的人8月上旬 横财运势不错 特别是在做一些投资的时候 回报会非常大 但是因为自己的社交比较忙 收入多开销大 基本上存钱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关系 也给属虎的人提高了增加额外收入的机会 通过朋友的介绍 也会有相当多的外财收入进涨 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帮助很大 生肖猪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 吃了睡睡了吃的猪猪们要打起精神来了 8月份猪猪们不经意间就天赐横财 偏财强势 若是有购买彩票的习惯 中奖几率也相当之高 难无大慈大悲观识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裁员广进 笑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上半年不好过 下半年好运逆袭的六大生肖 鼠鼠人 生肖鼠鼠的人 本身就是一个财运比较不错的鼠项 只不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生肖鼠鼠的人命 宫中凶星作祟 从而导致日子过的机器差劲 不但求财 特别的不顺利 而且在工作中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尤其是进入到今年之后 生肖鼠鼠的人总会遇到一些小人 使得生活更加的不顺利 不过在接下来的七个月 生肖鼠鼠的人将被财运缠身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横财可发 日尽斗金 鼠舌人 生肖鼠舌的人绝对是一个特别聪慧 而且特别能干的一个属下 所以对于生肖鼠舌的人来说 赚钱其实并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只要付出足够多的精力 足够好的运势 轻轻松松就能够赚的大钱 但是在过去的一段事件里 生肖鼠舌的人有一些 时运不计没过上好日子 不过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生肖鼠舌的人财博宫中有极星庇佑 使得命理中财员滚滚 有机会发大财 赚大钱 财运缠身日进斗金 鼠猪人 生肖鼠猪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憨厚 而且为人比较老实的一类人 生肖鼠猪的人虽然说 平时看起来有些笨拙 但是生肖鼠猪的人 确实是一个大指若鱼的人 生肖鼠猪的人特别懂得知足者常乐 也正是因为如此 生肖鼠猪的人幸福感极强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 生肖鼠猪的人 由于在命宫中有凶星三的压制 日子过得一直不是太好 不过在未来的几个月 生肖鼠猪的人命宫中 有极星相助 催旺整体运势 使得生肖鼠猪的人财运缠身 日进斗金 鼠狗人 对鼠狗的人来说 前半年的日子还是比较难熬的 不管是生活还是财运 都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好在你们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半年也能强势转运 不管是你们的工作还是事业 都会有和好的一个发展 而且财富也会上升到一定的空间 别提有多厉害了 鼠羊人 鼠羊的人上半年也是比较的辛苦 不管是工作还是还是创业都特别的不顺 不过好在下半年你们能险于翻身 不管是你们的工作还是财运都非常的不错 相信只要你们好好经营 生活还是相当美好的 财运也会滚滚不停 鼠羊人 鼠羊的人在上半年求财 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事业上也是频频受挫 好在你们有贵人的帮助 所以最后也能险于翻身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半年 你们的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正财还是横财都会信守年来 所以好好加油吧 南无大慈大悲观识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敞开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保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9 1 1 2